我自己的爷爷以前是警察 而且是情报部门警察 真的吗 嗨 我是插嘴边 欢迎来到公式主题之夜秀 今晚我们想来点沉重的话题 你多久没跟家人聊白色恐怖了 其实根本没聊过吧你 哈哈 因为太尴尬了 聊政治都可能吵架 何况这么敏感的话题 但插嘴边有个想法 会不会就是因为不聊 所以才尴尬 聊一聊 说不定就不尴尬了 今天插嘴边分享四位好朋友 都是曾经聊的尴尬 但慢慢跟家人聊开的案例 朋友一 凯莉 podcast 百灵果 news 外省家庭长大的凯莉 小时候知道爷爷是情报部门的警察 长大后他才发现这件事可能不单纯 就强烈怀疑我爷爷是加害者 然后我后来就跟我爸爸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他和我姐姐 然后我爸就说啊 不可能啦 就是你知道你爷爷超胆小 他不可能去抓人 but who knows 朋友二 苗博亚 台北市议员 他有个外省业员 在空军眷村里面开合作社 身为友阿罕级的他 省级在家中是纷争来源 外公觉得他的女儿 aka我妈 不可以嫁给外省人 而这个历史的原因 跟家族 就是外公里面的家族 过去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 所扮演的角色跟所占的位置 也许是有关系 朋友三 艾勒娜 德国纪录片导演 导演曾遇到犹太人跟他说 你的祖父母杀了我的祖父母 让他反思大屠杀 但他的家庭其实并不鼓励 朋友四 丽丽 德国大学生 很有正义感的丽丽 小的时候就开始跟朋友说大屠杀的重要 但他的家庭却努力必谈大屠杀 家家有本尴尬的经 但聊了说不定也没那么尴尬 更重要的 因为骗出了那些尴尬 我们会发现看起来遥远的历史 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 最后 你知道上面四个人的共同点吗 答案是 他们都有出现在公式主题之夜秀的 谈转型正义歪搜尴尬节目中哦 还不赶快看爆 哈哈 我是插嘴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公式主题之夜秀 看见世界更多不同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